这颜色必须改变 红色的颜色 所以有些事情会出现 当你碰到一些很难搞的客人 你能令到他最后是很开心的离开这个店 我觉得这个满足感非常大 我会觉得我是应该是找对了 我自己喜欢你也适合我的一个行业 1998年热爱酒店餐饮业的吴美坚 随丈夫一起来到内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后来又于2001年到上海工作 并一做就是19年 现在她又来到北京管理一家 位于牧田玉长城脚下的新建民宿 早在来这家民宿面试当天 她就被新的工作环境深深吸引 这个片子我发现的是这个房间 这里就是一场好的 有一些是一场有一些是两场 那一天是面试 面试的时候 然后我是住在这里的 那一天面试的时候 我是特地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那确实有非常棒的买点 她硬件方面是非常好 20号搬家 21号上班 所以我家里面还是很多箱子 到今天为止 因为我是那种 只要一上班 我可以三个月一天都不放假的人 五美间对长城有着深深的感情 这家依长城而建的民宿 在她看来有着独到的风景 我那个时候怀孕了 第一次去爬长城的时候 然后特别深刻印象 那现在回到这 这边是王里 一个在长城附近的印象中间 可能没有负担 因为小孩子也大了 他们应该是19岁 然后在主大学 我是完全可以放快自己去玩 去做得更好 我们自己也会 晚上回去爬爬长城 因为工作太大压力 爬到上三点 大脚再下来 如今 五美间已在内地酒店 餐饮服务行业 工作了超过20年 她告诉记者 20多年来 内地的酒店服务业 有了巨大的进步 上海或者北京 它其实也是 发展得非常快 现在如果去到北京大的酒店 应该那个服务水平 已经能到达世界之大水準 五美间说 内地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 只要把握机会 就有很多空间去做生意 赚钱 因此旅游休闲消费需求旺盛 目前 民宿每个周末都能够订满 她相信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 她的生意也会越来越红火